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上一期视频上架之后 有很多朋友说 这个有关石油美元协议 不再续签的内容是假新闻 这事你如果非说它是假的 其实也没啥毛病 因为的确没有石油美元协议这么个东西 既然连这个协议都没有 那它续不续签自然就是假新闻嘛 这事其实也怪我上一期没跟大家说清楚 那我今天就先把这部分内容给补上 首先咱们来说说这则假新闻里 6月9日的那个时间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因为当年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漂亮国媒体 都在1974年6月9日那一天 报道了同一件事 那就是漂亮国与沙特阿拉伯 签署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协议 这就是当年的纽约时报 图中右边那个人就是鸡星哥鸡老爷子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漂亮国与沙特签署里程碑协议 那么这份六页长的协议里提到了石油美元的相关内容吗 并没有 它不但没有提到石油美元 就连石油这个词都没有出现 当年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尽管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以探明石油储量 但协议中并未提及石油一词 双方都希望避免给人留下这是一场关于石油的双边谈判的印象 然而漂亮国的官员们毫不掩饰他们希望沙特带头增加石油产量 从而帮助降低世界油加 这份协议呢 它的内容其实还是太公式化太官方了 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漂亮国国家历史文献档案 漂亮国外交关系第一九卷的内容 这份备忘录记录的内容就是1974年6月6日上午11点半 沙特法赫德亲王访问华盛顿时与基辛格交谈的一些内容 参加那次会谈的人员包括了时任漂亮国财政部部长 商务部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等一众高官 沙特方面的阵容也非常强大 尤其是石油部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也在场 从他们在6月6日的谈话内容中 尤其是备忘录第397月的内容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当时美沙两国所签订的这一份协议包罗万象 从金融到农业科技教育军事无所不包 听到这可能有朋友又会问 你说了这么多 怎么还是没有石油美元的内容啊 要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需要一点点脑容量 请问沙特他除了油还有啥 难道基辛格是看上了沙特的骆驼 所以承诺全力支持沙特王室对沙特王国的控制 并提供无条件的安全保障 废话 当然是为了石油嘛 而另一方面 因为沙特对漂亮国360度几乎无死角的依赖 他就不可能大量的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来结算石油贸易 因为他需要大量的美元 只有有了大量的美元 他才能够从漂亮国获得他需要的那些帮助 其实这一份不仅没有提到石油美元 连石油都没有提到的协议 对当时大部分的漂亮国的老百姓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新事物 协议签署三年之后 华盛的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高油价有利于美国 为什么高油价对漂亮国有利呢 原文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尽管高油价给包括漂亮国在内的所有能源进口国 带来了贸易逆差问题 但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货币相比 美元如今更为坚挺 自石油危机爆发以来 美元已升值约11% 自1974年以来 所有消费国每年都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流向欧佩克国家 但其中大部分都以贸易投资武器销售和开发合同的形式 流回了美国 这不就是石油美元最核心的内容吗 难道非得要别人告诉你 这是一份石油美元协议 你才会觉得人家签了一份石油美元协议 其中还有一段关于基辛格基老爷子的内容 虽然有点长 但是我必须要跟您各位好好地分享一下 内容是这个样子的 漂亮国的政策是四年前由国务卿基辛格发起的 在卡特总统的领导下仍在不断发展 其目的是通过鼓励与主要石油销售国建立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相互关联来优化局势 正如一位前助理国务卿所说 其目标是追求石油的最佳政治价格 讽刺的是四年前 基辛格因未能理解国际经济的复杂性而受到广泛批评 如今批评者认为基辛格暗中撮合了某种交易 以牺牲欧洲的利益为代价 增进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可怜的欧洲人 可怜的吉老爷子 当时吉老爷子一定觉得很心累 有种带不动这帮蠢货的感觉 所以您各位看到了吗 刚一开始的时候 漂亮国的大部分人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想不通 为什么要跟沙特那样的国家走得如此之近 但是三四年之后 有一部分人才逐渐回过味来 我们居然占了如此之大的便宜 而这个便宜一占就是五十年 所以我补充完以上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来总结一下了 其实所谓的石油美元协议 它并不是独立存在 也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一份协议 它是沙特与漂亮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全面合作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那么如果沙特和漂亮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不存在了 那么所谓的石油榜美元也就不成立了 那么沙特拒绝续签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美沙两国有没有什么私底下的秘密协议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从公开的新闻里我们可以看到 美沙两国新的安全协议谈判的确是遇到了问题 一直在往后延荡 漂亮国很着急 但沙特反而还有点抗拒 您各位可以算算看 从去年开始 漂亮国的拜登登派他手底下的哼喊二将 布林肯和沙利文跑了多少次他口中曾经的这个建民国家 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份新的安全协议签订之后 会比之前基辛格签的那个协议还要厉害 石油美元依旧稳如泰山 嗯 不可能 就算美沙这份安全协议签了 它的深度力度广度都不可能跟1974年那份协议相提并论 石油榜美元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也会从新的协议中剔除 道理很简单 对沙特来说 只要漂亮国还无条件支持小椅子 那沙特的政治就不会稳定 安全就没法保障 而甚至漂亮国就是沙特最大的安全隐患 至于经济 漂亮国已经从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变成了全球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 连沙特阿美都准备从漂亮国的公司采购20年12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了 石油榜美元的基础早就不存在了 其实这就是我上一期视频说的主要内容 所谓的石油美元不是刻意为之的强买强卖 而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双向奔赴 所以我说不是石油美元协议它不续签了 美元霸权就没了 而是美元霸权已经没了 所以沙特才没有必要继续签签的模式 好像有一些朋友对我说的美元霸权已经没了这件事 也很有意见 哈哈我不否认 今天的美元在某些方面依旧非常的强势 依旧不可替代 但是一种货币所具备的职能 它包括交易媒介 价值储备等许多不同的面向 任何一方面的迅速衰退 在我看来就是霸权这种唯一性的丧失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的最新研究 剔除掉美元升值的影响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 已经从2000年的70%以上 骤降到了去年的55%左右 世界黄金协会称 如果将黄金计算在内的话 美元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50%以下 最近国内的通缩压力 以及明显上涨的失业率 其实就跟这种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的环流不畅导致毛细血管供血不足 这个过程真的是搞得人非常痛苦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 要么提前跳车 要么就是陪着美元车毁人亡 老的系统不行了 而新的循环系统还没有搭好 这就是眼下的蛋疼之所在 我看到有不少朋友说 沙特之前早就开始用其他货币 结算石油贸易了 所以什么石油美元协议不续签 它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根本就没这么当的事 这话说的貌似也没什么错 但是之前用非美元货币 去结算石油贸易 尤其是人民币结算石油 用的是什么办法 是货币互换啊 这种方式它规模太小了 而且局限性极大 这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循环系统 一套新的能够造血 能够供血的系统 你看最近普京到处乱窜 你以为他在忙什么 新超市要开张了 新超市不仅西瓜要管购 西瓜刀也得管购啊 这一套新的系统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得看这一次的金砖峰会 能不能够给我们什么惊喜了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 小椅子军方已经批准了 对黎巴嫩的进攻计划 小椅子和珍珠党可能会陷入全面冲突 眼下巴以战争的走向 就跟我们最开始时分享的一样 哈马斯赢不了小椅子国防军 而小椅子国防军赢不了这场战争 黎巴嫩珍珠党是世界上武装最强大的非国家组织之一 它的实力跟哈马斯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 2006年的7月12日 珍珠党武装发动了代号为 陈石许诺的军事行动 突袭了小椅子的北部地区 造成了八名小椅子士兵死亡 两人被俘 一点亏都不能吃的小椅子 马上就展开了代号为正义报酬的反击行动 双方来来回回打了一个月 一直打到联合国要求双方停火为止 在这场战争中 小椅子共有113名士兵被击毙 400人受伤 平民有43人死亡 1350人受伤 黎巴嫩方面的损失更大 有1087人牺牲 3568人受伤 而这其中有差不多1000人是平民 您各位可能觉得这一伤亡比看着好像也没比哈马斯强多少吗 不不不不 您各位一定要知道 小椅子在四次中东战争之后 那在中东国家的眼中 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存在 珍珠党能够打出这种伤亡比 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 那场战争对小椅子的冲击也非常大 一个月的时间 珍珠党就向小椅子发射了差不多3万枚廉价的火箭弹 如果所有看小椅子不顺眼的中东国家 都能打出珍珠党这种战果 那小椅子距离王国可能也就不圆了 总而言之 只要巴以战争不结束 小椅子不接受两国方案 那么漂亮国在中东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 即便沙特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小椅子的关系正常化 能够和漂亮国重迁安全保障协议 但只要战火还在延烧 那么沙特的立场就没有办法改变 而从小椅子的角度出发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进攻黎巴嫩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不把战火扩大 不把漂亮国也拉下水 这场仗他恐怕就打不出他想要的效果 而且另一方面 由伊朗支持的珍珠党武装 也不可能就这样掩其息骨 毕竟总统和外长不能就这样白死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凑合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